200平超大土地被拆成三块来卖 三块都被富贵夫妻拿下 两人受本地中介忽悠 以低于市价五成买下这块金牌土地 只不过是步行向金牌 回家还附赠一条157基牌金 不愧是金牌土地 每天的运动量都替你想好了 小地皮就藏在山上 206平的地只有89平是平地 其中59平是悬崖 58平是飞地 飞地还包含邻居的回家路 简单来说只能看不能盖 盖房面积缩水剩下148平 配上40%的暖心建幣率 有效面积就剩59平 就这还卖你2480万 小地皮南北都是好邻居 只有西面市也开阔 富贵的盖房要求却一个不少 太太要中岛厨房 最好还能吹海风 富贵希望有露台 房子一定要开放 两人还想在家开派对以及独处的空间 属于里外都要超级难保 38岁的专家横山浩介挺身而出 他最会带这种野房子 直接掏出一座通透到不能再通透的模型 简直是千疮百孔 主打一个融入自然 盖房直接开来一台巨型起重机 把小地皮吓得瑟瑟发走 只见师傅手起刀落就把挖掘机送上边 可惜立马被树枝挡住 师傅继续发力把小挖机抬得更高 一路越过邻居的屋底 成功降落在邻居家 剩下的是小挖机的主场 小挖机一路披荆转急 穿过邻居狭窄的玄关 又被急转弯拦住 花了四个小时掉头终于到了东顶 专家抓紧时间挖地基 三天后水电工上门买管发 专家舍弃先挖地基再盖房的老方法 咱直接盖一层混凝土 又方便又结实 就是成本贵了点 为甲方花钱应该的 谁要你这地方连卡车都开不上了 小轮胎都开冒烟了 40度的斜坡是真理谱 卡车只能努力往上冲 卸了货还得倒车回去 工人开始手动搬砖 一共35块亩百 来回560机台阶 干完四只得在床上躺三天 卡车又运来一车碎石 这回工人学聪明了 在台阶上搭桥试图轻松一点 没想到站上去差点去世 重新加布后工人彻底 61斤的单轮车推到起飞 来回只要50次 这比搬转快乐多了 快乐完痛苦的就来了 工地运来一车钢筋 老师傅用起重机慢慢掉起 一不小心就会撞烂邻居的房子 最终盖房材料全部到位 工地快进8倍速打好地基 远在山脚下的混凝土跃跃欲试 工人得一根根手动接管 光是前期工作就让人汗流加倍 水泥得穿过55根管道才能到达工地 还没开始搅拌机就先坏了 这工地是真邪门 等下午搅拌机总算来了 工人加班到晚上铺好水泥 直接累成电音躲拉 工人打算一觉睡到明年春天 工地水泥晾了一周可以拆磨 没想到除了离谱的地形 这地方还有巨大的海风 200斤的工人差点被风带走 幸存下来的工人总算吃上饭 只有爱妻便当能抚慰工头的灵魂 富贵一家趁机来工地视察 还带上了前女友表妹 真是关系复杂的一家 房子地基做完准备上梁 专家叫上力大无穷的专业打工人 他们只负责把木粮搬上来 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一般打工人根本承受不起 搬完全都蹦不住了 就没干过这么难的工地 下次别叫我 富贵家这时终于开始上梁 先带出格子状的横梁 再铺上木板 没有起重机就纯靠手工 看骨架就很气派 中间还留了个大洞 打开天窗照亮房子的美 屋顶就铺合金板 盖出一条斜屋顶 专家想用太阳能板发电 盖房总得给富贵省一点 屋顶下面就是餐厅间厨房 中间是空中走廊 窗户开得四面八方 为了看树都能开一扇窗 富贵一家把工地看了个遍 咱叫屋顶怎么歪的 这是专家压箱底的设计 鞋屋顶能多一眼蓝天 东西两侧都是大开窗 工人肩挑手扛上阵 左右两侧一起用力 尽管工人已经小心翼翼 玻璃上还是出现一条裂痕 那这块就算在专家头上 好不容易把窗户装好 墙壁也开始铺白色瓷砖 安上富贵想要的大浴缸 洗手间也做同款白色 边泡澡还能边享受大黄马路 工人接力从山下运铁楼梯 一人发一个痛苦面具 好在只要放上去就行 踏板就交给木工师傅 这又是专家压箱底的设计 他家就是这么干嘛 房子也到了收尾阶段 做出了五十一厅的格局 太太喜欢的厨具必不可少 连水龙头都要中国进口 工地随机刷新一个太太 这比他做梦的还好看 做饭还能看见海 预算也花得差不多了 工地开始紧急收尾 先给外围铺上一圈地板 方便富贵360度看山景 开放到简直没天理 室内也用同款地板 开门就是大开间 水电工抓紧时间进场 在工地干了一年终于结账了 谁能想到深山老林里还有房子 外观完全不像日式建筑 唯一的缺点就是爬断腿 入口是木制玄关 多少有点家徒四壁 富贵建议各位明年再来 但阿怪不听建议 玄关边上是点缀的庭院 第一间合适就很日式 专门给客人睡地板准备 第二间是三平的儿童房 自家孩子喜欢睡床 最里面也是儿童房 咱富贵算好生三个 每间房前面都有一个露台 方便人随时出门 隔壁是富贵的书房 在家可以欣赏山井工作 打工人真是太苦了 另一侧是超大惯喜事 山里没啥人 窗户想开多大就开多大 浴缸随时变成露天浴池 这么大够泡两个孩子 边上是太太喜欢的热毛巾架 南侧最后一间是大主 两夫妻是会享受的 边上是太太的衣帽间 一家四口随便塞 二楼更是豪横到不行 四面八方都是玻璃窗 北侧是七平大的厨房 落地窗直接通天 在这做饭能拿八倍近看富士山 背后是超大储物柜 带门的关上显得干净 富贵打小就带孩子住豪宅 八怪穷到哭出声 往南是六平的大客厅 东西也是落地窗 纯木的一看就很舒适 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海 中间的露台随便玩 烤肉机已经准备好了 富贵叫上前女友表妹 一家五口一块享受 晚上还能看见连仓的烟花大会 南侧露台用来晒衣服 西侧露台小夫妻排排坐 绕着跑能量五十米 花了大钱就是享受 三千万日元就这么花没了